我是用台湾小奶的树干切片 切片之后在中间挖洞 花莲玉东国中第12届木工班连展 而身为玉东国中毕业校友的 园民会主委江巴洛尔 9号也特地来到了现场 希望为学弟妹们加油打气 我很高兴我的母校可以有木工班 木工班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 你怎么样在一个很困难的学习里面 去磨练你的耐性 你任何的知识 你不管是在其他的知识体育里面 你就会有更有耐心 更有集中的心理去做你任何的学习 从小型家世到居家用品 间隙的手艺背后都是学生们 付出时间心力的成果 连展也结合了意卖活动 不只让学生更有成就感 售出部分收益也将捐给圆明社福团体 有 换很多 就大部分都是做比较粗糙的 然后做到戏之后再交给下一个人 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还没做好一个作品 很开心 尤其是被卖出去的 就觉得努力是很好的 连展当中连毕业的学长姐也回到现场支援解说的 其中一位更因为接触木工便开始一头栽进木工世界 现在也担任起木工班助教 因为做了木工我就发现说这个是一技之长 做木工的话我一直做一直做 然后技术会越来越成熟 然后之后可能就可以去外面当人家的师傅 或者是专门去做东西 放眼望去 木工制品各具特色 但不变的是学生精雕细琢的苦心 秉持着这样的精神也许在未来 无论遭遇任何困难都能够坚持下去 原市新有256台北市采访报道